离谱 酒醉性侵老师 尽看无罪 台南一名27岁王姓男子 去年4月下午 酒后翻越黎巴 侵入76岁 曾教过他的小学老师家 关灯关电视并锁上门 不顾老师苦苦哀求 自行脱掉裤子 强拉老师上床 并以手指性侵得逞 完事后 女老师光着屁股逃到别的房间 锁上门窗报警 王楠近海不放过 使剪刀破坏房门剥离开锁 女老师赶紧逃到派出所 警方到场时 王楠还躺在床上裸睡 酒测值1.15毫克 警讯时他坦诚侵入女师住处 但辩称罪到不省人事 不知道有无性侵 台南地院依妨害性自主罪 判王楠八年徒刑 但他不服上诉 高分院何一婷依据医院鉴定报告 认为他酒后精神丧失 无辩识行为能力 因此撤销原判决 改判无罪 但有再犯之余 应入相当处所监护五年 全案可再上诉 不过判决一出引起检警批评 认为应该是戒酒犯案 属故意犯罪 未来恐形成刑罚漏洞 民众也痛批恐龙法官 质疑酒后性侵若无罪 酒驾杀人是否也无罪 律师则认为 法官是依法裁判 被害人若不服可上诉 董新闻台南报道